艾44 processed.י.d 누나 有沒有以前很會喜歡澀 tellement好吃 現在沒那麼好吃的 嗯 好像也耳 Bachelor 有一 大比其實 蠻多的 看起來 麥克風超爆裂 到底是布里茲還是八毛呢 讓我們敬請期待 壞掉了壞掉了 你已經壞掉了 你該換麥克風了 看來今天無心又有東西可以畫了 就是把芒芒畫成一個機器人了 你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像那個耶 那個音效耶 還有嗎 還是一樣 沒辦法耶 八毛我覺得你今天 八毛你這個不是麥克風壞掉 你這個網路問題耶 喔真的啊 是吧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他的麥克風炸掉是會一大堆炸音 這個已經完全是電子音啊 欸對啊奇怪耶為何啊 你是用到網頁版喔還是怎樣 就是啊 好爽喔成員有機器人耶好酷喔 不行耶你這個是網路問題 你的網路炸裂了 你重開 不要用機器人聲音一下 白痴喔 幹 八陰未來耶 初八未來 初陰未毛 陰毛未來已經沒有關係了 你幫幫幫幫你可以 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哼這段旋律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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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幹 神還原耶 太神了 你這樣沒辦法繼續今天的節目 太好笑了 初音 你現在是用軟體版還是網頁版啊 軟體啊 軟體啊 那你重燈你重燈你重燈 重燈看看 好期待他等下進來的時候會是什麼 又是一樣 欸如果他等下重燈了麥克風就好了我會有點失望 不要這樣啦 靠 好期待喔 講話唷 講話 連聲音都不見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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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欸欸欸 可惡 機器幫忙都消失 請問各位說說我們以前國小老師要你們寫我的志願 那時候你們的志願是什麼 現在有沒有完成 還是志願已經隨著你們的年紀而改變方向了 我從小的志願都會寫廚師欸 而且我還記得我幼稚園的時候寫的是 廟棋牛排館的廚師 廟棋牛排館是他們家附近的 對我家附近的一個那種 就是那種很廉價那種牛排館 可是因為小時候 沒有吃過什麼 對只吃過那種 然後覺得牛排都那樣 然後我覺得幹超好吃 其實它鐵板麵超好吃 然後我小時候我爸就帶我去這樣 然後幼稚園的中班的時候 就會寫那個本本 就是蓋腳印啊蓋手印 然後我就寫廟棋牛排館的牛排師傅 然後老師看到還說廟棋是什麼 我說就是我家旁邊的牛排館 然後老師還說你要做那個啊 小時候你想說你是一個沒有用的傢伙 真的 小時候的志願是當總統 好猛喔 然後現在的志願是當一個好吃懶座的人 然後真的往前往前往 沒有人問你現在啦 沒有問你現在啦 白痴喔 準確無誤的發展中 呵呵 準確無誤發展中 你好 小時候就是寫 寫很簡單的啊 就是總統啊 那種 你知道小時候寫這種東西 單純只是要敷衍老師而已 蛤 你真的沒有寫過真正的夢想嗎 真正的夢想就是超爛的啊 當新娘啊 因為那個時候看愛天使啊 看愛天使就會覺得 幹 我一定要變成鳥 我要變青春新娘 蛤 我看愛天使的時候我只有小時候一直覺得 到底什麼概念是以牛奶帶酒欸 然後我現在長大之後就覺得 幹 就牛奶酒 就酒啊 頂多牛奶套酒啊 brightly 小時候想說寫當新娘有點太丟臉了 但心裡偷偷的夢想是想要變清純新娘 我小時候是想當將軍 你是說內褲可以拉超長的 不是那個 修二軍 不是那個啦 就是去打仗啦 我小時候的夢想跟鳥屎的夢想蠻近的 鳥屎的夢想再往下開一點會看到一個阿兵哥 再往下開一點就到六軍團了 對啊 我那個時候會很希望 很希望可以當軍人啦 抱仿將軍 抱仿那就是鳥屎絲挖套頭好不好 抱仿那雷屎咧 你是說寫給老師看還是真的小時候的夢想 就真的小時候的夢想阿 笑屁阿 一定是個很羞恥的東西 這也是當新娘阿 是不是 幹 真的耶 我是小時候想當那個 笑屁阿 笑得爽了吧 想當夜王的新娘阿 哈哈哈哈哈哈 哇真的蠻值得笑的 這蠻值得笑的 幹太智障了 可以可以再笑大聲一點 再笑大聲一點 真的 受不了了 真的太智障了 幹太誇張了 我之前就說過了嘛 誰送午夜王海報我就嫁給他阿 國中就一直都這樣想 想了三年嘛 他超誇張的 國中還可以想這種太智障 哈哈哈哈哈哈 那八秒咧 當新郎超無聊 就當老師阿 當老師 很久 國小是老師阿 接下來就一直在睡覺中度過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太誇張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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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鳥也算畜生嗎 鳥是琴瑞吧 琴瑞睡覺 這個問題還蠻酷的 忘題 忘題 要問那心穎 I 問 I 問 那個他說 如果像海妮跟廣告一口同聲 你們有看過那廣告嗎 就是男生進一個房間 然後就大尖叫 還有女生進房間大尖叫那個廣告 有有有有 欸好像有好像有 他就是說 很有帶你去一間房間 那房間要是什麼東西 是會讓你發出像那樣的反應 提速的蟑螂 哈哈哈哈 你們不會尖叫嗎 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 那個是 看到會尖叫我 他說的是 開心的尖叫 打開房間 66捆夜王的海報 哈哈哈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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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不是尖叫欸 這是乳蛋的叫聲 哈哈哈哈 而且他後面一定會見一個 啊啊啊射了 哈哈哈哈 提速張 你看盾地張人好了 我的話 我的話可能酒類或是食物類 跟槍類吧 槍類 食物類的我應該會蠻開心的 幹食物類 欸你想想看我們平常吃那種什麼 什麼生火腿啊 如果他就是一個房間打開 然後全部都是那種各種肉品 啊啊啊射了 可是它是材料 它不是完成的話 我或許不會大叫 沒有一打開發現 全部都是材料 然後你就覺得 還好然後 然後Golden Renzi就走出來 啊啊啊射了 為什麼啦 為什麼啦 可是如果是我們像我們 像我們看那個 肉鋪廚房那種 戰斧樂眼牛排 然後煎熬這樣一排一排 像金牌特務的衣櫃一樣 一排一排這樣掛 然後再滴肉汁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鐵盤 在接肉汁 鐵盤旁邊有兩塊 超香剛烤好的麵包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射了啊 啊啊 OK 那請問六湯為什麼有時候會說跨菜 跨菜就是 哇賽的加強版啊 就跟蔡依林說再見也是蔡倩啊 老師嗎 蔡倩 親乾 親節 改變 蔡倩 他們沒有這樣咧 你一種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前上個禮拜 上個月不是去台 台 上個月七月不是去高雄嗎 然後高雄那個時候 在那個孟十代那邊有辦一個 國際啤酒節還什麼的 然後那邊就有各場湯的啤酒都很便宜啊 會有藝人來唱歌 然後我跟小六去那邊逛逛逛 結果逛到一攤就有一個超帥的大哥 然後他是原住民 然後留長頭髮 然後他們就就是現場唱歌這樣 然後就說大家有沒有看過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他們就有 然後我們現在這場之後 他是不可能任務的歌改編的 然後就唱Lim Biscuit Take a look around 對啊 他就 幹 直接去旁邊賣兩首啤酒 幹 他就遠住民大哥 然後頭髮很濕很長 然後就一時甩頭髮這樣 沒想過 我也不好 我就禮拜六的時候精神蠻好的 你已經快睡著了啦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 就是可以跟大家玩到早上時間 其實還可以啦 精神都還不錯 聲音都已經啞掉了啦 根本就是一個熬夜兩天的聲音 請問NG各位說說有沒有 因為小時候不懂長大才發現 根本誤會大了 有啊很多啊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我是撞羊座啊 因為羊的母 我以為是羊撞的撞啊 然後我媽都不告訴我 他們都是在很多親切場來問我 你是什麼星座我就說撞羊座 然後大人就一直笑這樣 而且我是長大之後 自己才發現那個念母耶 那我有跟你說過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挪詐是納托嗎 有啦 我小時候也一直以為 衛生棉是大人用的尿布 其實也是啊 你可以這樣子想 沒有錯 可是我是以為就是男生女生都要用 男生也可以用啦 如果你想要 因為以前的衛生棉廣告很多都是那種 就是他就是拍女生 比如說在上班的時候啊 然後就會旁邊一邊講到女生 就一邊擺出很不舒服的表情啊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喔所以是給上班族用的尿布 是不是 就沒時間尿尿的話 他們就帶衛生棉 然後就可以直接尿在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這麼細一個男生要怎麼用 過了一陣子的時候 就看到業用家常型 我想 喔那這應該是男生用的吧 為什麼是男生用的 家常型啊 但是為什麼這樣就是男生用的不理解 男生有雞雞啊 那尿尿的地方會比較遠一點 啊可是一樣平啊 還不是一樣摺疊放在裡面 尿尿的地方裡面是往上摺啊 對啊也是往上摺 不是往下摺 往下摺 你就會把蛋像摩西分紅海一樣分開的那樣 喔你還是這樣 是往上摺啊 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你們還有蛋蛋 就是 而且摩西分紅 感覺可以直接皺到表面